你还好吗? 他们结伴来的学校 老师看出了他们的假期作业是互相抄的 于是罚他们站立 当他们站在门口的时候 一个身穿白裙子的漂亮女孩 被老师带着走了进来 女孩名叫雨玲 她是从首尔转学过来的 一开始雨玲并不喜欢这个地方的人 她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不穿袜子 甚至还打赤脚 她觉得很是惊讶 雨玲因为生得漂亮很受欢迎 她总爱跟大家炫耀 自己是从美国回来的 她身上的衣服 书包 鞋子 也都是住在美国的父亲给她寄的 和优雅的雨玲比起来 似乎其他人都像是个野孩子一般 永明就是雨玲眼中那个邋遢的野孩子 永明的鞋子很破 是你经常不穿鞋 下课后还会悄悄地去卖冰棍 点粪桶 路过眼镜店的时候也走往里面看去 因为她要攒钱 她想要给自己的母亲买一副眼镜 永明的母亲 因为年轻的时候在梦水厂上班 化学物不小心溅入了她的眼中 她的一只眼睛失明了 很多人嘲笑歧视她 在给永明买鞋的时候 老板看到母亲的眼睛后 直接向他们赶走 还大喊着真是晦气 永明很是生气 她悄悄地在放学后 将那家鞋店的玻璃砸破 永明家虽贫困 但母亲很是爱自己的孩子 她对孩子的教导总是充满善良与爱 她会尽力地在午餐的时候多做一些 让永明可以分一些给自己的朋友 她告诉永明 虽然家里贫困 但千万不可以吝啬 九岁的永明像是个小大人般 她心疼母亲 也很能帮父亲的忙 但她也还是个孩子 会羡慕地看着雨林带来的丰盛午餐 也会因为一些小事和雨林吵起来 永明喜欢雨林却不敢说 她只会默默地替她做些事情 例如 在雨林换到手的时候帮她止血 看到雨林被欺负的时候帮她出头 慢慢的 雨林发现这个男孩子好像还挺酷的 永明保管着学校兔子龙的钥匙 两人也在喂兔子的时候有了亲近的机会 或许是有些自卑 永明还是不敢承认自己的感情 这天 永明帮一个大人跑腿送信 他们彼此在意却互不理睬 就连送信都不敢亲自去 永明不懂他们为何这样 大人解释道 有些感情 不知如何开口的时候可以写信表达 听了这番话的永明悄悄给雨林写了一封情书 雨林却将这封情书交给了老师 老师宠罚永明 当着班上所有的人将情书念出来 永明不知道雨林为什么要这样做 决定不再与他讲话 雨林为了气他 当着他的面和班长聊得火热 永明看在眼里 很是生气 他悄悄地弄坏了雨林的鞋子当作报复 这一次 永明被老师打了 还被惩罚在校门口鞠躬 对每一个路过的人说 我错了 这件事后 永明彻底不想理睬雨林 可去听放学后 雨林来到兔子龙 他本想抱起兔子 可小兔子却从他的怀里挣脱了 为了追兔子 雨林掉入了河里 永明听说后赶紧冲下去将他救下 两人上岸后被送往了医院 雨林的母亲也来了 从雨林母亲的口中 他们知道了有关雨林的真实来历 原来雨林从未去过美国 他的父亲也不在美国 在一旁听着的孩子们都不懂 为何雨林满嘴谎言 可永明相信 他这么做是有理由的 于是和在场的伙伴们约定 不许将雨林撒谎的事告诉任何人 马上就到孩子们最期待的秋游了 雨林嫌弃秋游太过无聊 让永明带自己去树林玩会儿 一开始两人相处的还不错 可永明不太懂女孩子的一些小心思 在采花的时候 雨林还不小心采到了脏东西 雨林觉得又尴尬又生气 永明却不在意地带他来的河边洗鞋 他不知道为什么女孩那么难伺候 自己只是有理有趣地反驳了两句 就把雨林给气哭了 这间暴雪后 永明照常去兼职挣钱 可回到家后 母亲却将他拉进了房间 他发现永明偷偷挣钱的事 询问他为何这么做 永明表示 自己想给母亲买一副眼镜 这样他就不会被人嘲笑歧视了 母亲听后狠狠地打了他 一边哭一边说道 我从不觉得自己丢人 因为我有你这么好的儿子 永明听后也哭着道歉 他承诺道自己不会再这么做了 并一把抱着了母亲 母子俩抱头痛哭 因为答应了母亲不再兼职挣钱 永明拿着自己攒下的1100韩元 来到眼镜店 老板也知道永明的心思 可眼镜的进货价要1300韩元 他让永明再攒攒吧 永明只能心心地拿着钱去上学 学不想刚好在这一天 雨林弄丢了1100元 他害怕被怀疑 永明将自己的钱藏了起来 却还是被老师发现 老师十分肯定地说道 是永明偷了钱 甚至不听雨林说 自己丢的钱是整的 没有硬币 永明不想过多辩解 只是委屈地走了 直到这件事的伙伴很是生气 他们找上了雨林 生气地诉说 永明为了给母亲买墨镜的不义 还当着全班的面生气地骂她是骗子 她的父亲根本就不在美国 第二天 永明没有来上课 雨林也在自己的书本里 找到了不见的钱 她向老师坦白了一切 并找到了永明 向她道歉 两人和好如初 可雨林马上就要搬回首尔了 原来雨林来到这里的原因 是因为和继父的关系不好 母亲为了让她静静 才搬来这里 雨林还是不愿回去 母亲很是生气地 扇了她一巴掌 雨林难过地离家出走 是永明刚好发现了她 她将自己的围巾解下 给她戴上 送她回家 离开之前 雨林向大家讲述了自己的秘密 听到这番话的同学们都内容不止 离别总是让人悲伤 虽然无法改变 却还是有力所能及的事 永明在这天晚上找到了雨林 她大胆地向她表露了心意 轻轻地亲吻了她的脸颊 还将最漂亮的红色发卡 塞到了她的手上 雨林还是离开了 但她也给永明留下了一份礼物 那是一封信和一副眼镜 虽然不知道日后能否相见 但九岁这年的爱恋 值得彼此铭记一生 九岁人生 简单单纯美好 不缺乏爱与被爱 有了爱才更懂爱 因为懂得爱 所以才更慈悲 好了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看都看了 确定不关注我吗 下期再见